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做政客情人十数年后分手,晚年与子女不相往来。 1899年2月,海棠花开时,江苏宜兴一个大户人家降下了一名女婴,她就是后来的徐悲鸿妻子蒋碧薇。 这个女婴的出生让当时正负贾一方的蒋父蒋梅生高兴不已,想来,若她知道这个女婴会在17年后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来,她当时绝会是另一副表情的。 蒋梅生毕竟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所以她只分外联系地和夫人抚养女儿长大,因为父宠母娇,作为蒋家小女儿的蒋碧薇,自小便相当有主见。 蒋碧薇的有主见一直是蒋父亲里值得夸耀的存在,直到多年后她的主见将她这老父亲置于难堪禁定,她对女儿主见的认识才正式被改观。 17岁那年,极有主见的蒋碧薇在与父母商议退婚不成的情况下,携蒋梅生学生徐悲鸿私奔了。 这是发生于1917年,而这对青年私奔的地点则选在了日本。 蒋碧薇的一手了知给蒋梅生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她一方面要想法安抚曾与女儿定下婚约的苏州扎家公子查子涵,一方面又要忍受女儿和爱徒背叛她的痛苦。 与此同时,她还得替他们提心吊胆,然而,就在蒋梅生肝胆欲裂的当口,蒋碧薇和徐悲鸿却在日本你农我农地度起了蜜月。 可你农我农从来需要条件,比如经济,这点显然是还未成名的徐悲鸿做不到的,很快在日本待不下去的两人灰头土脸地回了国。 回国后,自觉惭愧的蒋碧薇不敢贸然回家,还是母亲先找的她。 此时已经到了1919年,离蒋碧薇和徐悲鸿私奔已经过去了两年,眼见生米成了熟饭,蒋夫蒋母只得默许她们的结合。 只是,她们在内心深处多少觉得这段婚姻总有些让她们心惊胆战的因子。 不难想象,即便徐悲鸿与蒋碧薇已经重新回到了蒋夫身边, 她看向她们时也依旧无法控制地会眼皮子乱跳,觉得她们怎么看都让她觉得不安心。 果然,蒋夫一日早起眼皮子刚刚不跳时,徐悲鸿和蒋碧薇就过来说, 徐悲鸿已拿到官费留学资格,不日就要赴法国。 蒋夫惊呆的下巴还没来得及和尚,徐悲鸿和蒋碧薇就拎着行李赴法了, 在回国时已是七年后。 七年时间里,蒋碧薇和徐悲鸿的感情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到法国后,徐悲鸿开始一心学画,而蒋碧薇则拒绝了求学, 这个选择让两人之间的鸿沟随着时间的马车被越拉越大。 1923年,画一日以精湛的徐悲鸿以画作《老妇》一举成名, 此时的蒋碧薇已经被徐悲鸿远远甩下, 可他虽隐隐有所察觉,却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缩小察觉。 相反,在此间一心陪读的蒋碧薇还在闲来无事时与英俊小生张道帆胜出了暧昧, 已然开始裂缝的徐悲鸿与蒋碧薇而言。 无疑是雪上加霜,这突如其来的律意,是徐悲鸿之始料不及, 当然,他之后之后觉得主因还是在于他对艺术的过分痴迷。 苍阳加措曾说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清, 这句感慨用在因艺术冷落蒋碧薇的徐悲鸿身上也恰当。 婚姻中遭遇第三者是,往往是夫妻本身感情出现裂缝的开始, 终日沉迷绘画的徐悲鸿看不到这个裂缝, 而看不到的结果当然只有一个,裂缝越来越大。 表面看,蒋碧薇后来是金驻了诱惑回归了家庭,一心向父教子。 可实际上,他的心已经被拨动了,而心一旦动了, 文字便再也写不好了,毕竟吻得最底下是心。 1927年,回国后的徐悲鸿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这年年底,蒋碧薇生下了长子徐博洋,在怀孕二胎时, 蒋碧薇与徐悲鸿的感情因其学生孙多茨的介入激进破裂。 1929年,徐悲鸿与蒋碧薇的女儿徐莉莉出生, 也是自这以后,蒋碧薇因为孙多茨事件对徐悲鸿采取了事实分手的处理, 蒋碧薇拒绝与徐悲鸿行夫妻事, 在徐悲鸿为此发泄不满时,蒋碧薇还犀利地反唇相激道, 我觉得除了没陪你睡觉之外,我作为妻子并没有任何事责之处, 至于有关那种事,你在广西不是还有自卑的模特吗? 不论广西那些模特是不是躺枪,当蒋碧薇这话出口时, 他们的夫妻感情都已经到了无可缝合的地步, 之后,徐悲鸿与孙多茨的往来也更加密切起来。 1932年,徐悲鸿新居徐公馆落成之时, 孙多茨特地买了一百株枫树苗,托人偷偷送来, 说是用来点缀徐悲鸿的庭院, 蒋碧薇得知这一百株枫树苗是孙多茨所送后。 静怒火中烧一把火烧了这些幼苗, 在一段感情还未结束时, 投入下一段感情往往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因为一不小心,上段感情的阴影便会投射进新的感情, 带着以徐悲鸿的情感阴影走进张道帆后, 蒋碧薇还不得不面对新感情的巨大阴影。 最终,蒋碧薇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他决定与仕途破镜重圆的徐悲鸿离婚, 并暗地里继续做张道帆的情妇。 之后,眼见无法挽回妻子的徐悲鸿便指得离开, 这次离开时不久,徐悲鸿与学生廖靖文相恋。 1945年,为与廖靖文成婚, 徐悲鸿第二次登报与蒋碧薇断绝同居关系, 徐悲鸿的第二次登报深深刺激了蒋碧薇, 可以说,当时他不管不顾追随他私奔时有多坚决, 他此刻心里的痛便就有多深。 蒋碧薇此时虽已有了张道帆, 但他仍旧无法接受徐悲鸿一直将他定义为同居对象的事实。 他认为这是徐悲鸿对自己和几个孩子的侮辱。 气氛之下,他提出签署离婚协议的几个条件, 40幅古画,100幅画作,100万现金和相应的生活费用。 这些条件,徐悲鸿都应允了, 之后,为了凑齐100幅画作, 他更是经常夜以继日地作画, 以至于他的第二任妻子廖靖文后来, 还将徐悲鸿的英年早逝归结于, 为偿还蒋碧薇画作过老死。 徐悲鸿于1953年过世时, 整整凑齐了100幅画交到了蒋碧薇手里, 他的余生也是靠这些画作才得以体面地活着。 然而,这个体面也仅仅是指表面, 蒋碧薇的真实境况并不如人意。 作为见不得光, 不受法律道德保护的情妇, 做张道帆情人的十多年里。 蒋碧薇一直如履薄冰, 作为政客的张道帆一直把他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这一来是为了政治前途, 二来也是为了安享自己理想的奇人之福。 在收到张道帆原配素珊的一封信后, 彻底明白张道帆真面目的蒋碧薇 终于决定退出这段拥挤的爱情, 他主动写了一封长信与张道帆, 原谅我将把你的身体关在房门外, 而只带着回忆守着我们这间屋子同居住所。 这封信是蒋碧薇最后的尊严, 因为在此前, 他已经得知L.A.张道帆要接妻女回台湾的消息。 实际上, 若他不主动提出分手, 下一步, 以人老色衰的蒋碧薇也势必会被张道帆遗弃。 蒋碧薇急急地将张道帆的躯体关在门外, 真是退出吗? 不, 他时势落荒而逃, 他想以逃的方式全了自己最后的体面, 以证明自己是有爱的, 没错, 他在用这种方式自欺。 欺骗都是为自保, 包括自欺。 蒋碧薇的自欺是为了粉饰自己的地下情, 他以为给这段道德之外的情感刷上真爱的妻, 世人对这段情便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晚年, 他的回忆录里, 直将张道帆描述成为一个英俊, 博学, 细腻温柔, 重情的男人。 可对于他这文化汉奸等错误行为, 却只字不提, 当然, 对于他在平衡他和原配妻子的各种手段上, 他也只字未提。 蒋碧薇终究是可悲的, 他的回忆录里越粉饰爱越暴露了他内心的荒芜, 他终究一生都在试图通过男人的爱证明自己, 却从未真正用成就自己的方式去证明自己。 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 从内打破才是生命, 这个简单的道理, 蒋碧薇倾其一生却都未能参透, 他一直用小心呵护男人对他的所谓爱的方式证明自己, 他的千万般小心。 无时无刻不再说明他内心的脆弱。 蒋碧薇的另一个可悲处在于, 从未从巨大情感阴影里走出的他, 还将阴影投给了子女。 与徐碧红决裂后, 把太多心思花在与张道帆情爱上的蒋碧薇与子女关系并不佳, 他与张道帆情信两千余风, 可与孩子的沟通却屈之可数。 力气花在哪里, 花就开在哪里, 可惜, 蒋碧薇花了力气, 培植的情花未开, 他忽略的情情之花却因缺乏呵护而备受摧残。 1942年, 蒋碧薇年16岁的长子徐博扬突然离家出走。 之后音讯全无, 1948年, 蒋碧薇将女儿徐莉莉借到他叔叔受安家居住, 不久, 他竟也离家出走了。 徐博扬后来在回忆中说起这段过往时的说法是, 长期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 得不到父爱也得不到母爱, 这种滋味已经忍无可忍, 当时的徐博扬是想有多远跑多远, 所以他气血离家后加入了远征军, 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退伍。 徐莉莉的离家与哥哥徐博扬如出一辙, 所不同的是, 哥哥离家后去了远方, 他离家后回到了徐悲鸿组建的新家生活。 后来, 一直与徐悲鸿和廖静文生活的徐莉莉, 还因感激继母的爱而将名字改成了徐静飞。 徐莉莉的改名是主动的结果, 之所以如此, 他自己说了, 我没能在母亲那里得到的关爱, 他, 廖静文, 却给了我。 可叹, 蒋碧薇辛辛苦苦培植了两盆花, 到头来, 每盆花都不属于他, 赖谁, 赖他自己, 赖他自己没有用爱的阳光雨露去交管亲情, 与儿女一样不属于蒋碧薇的, 还有他为之委屈十数年并为了声名狼藉的张道帆, 1968年与张道帆分手十年后, 蒋碧薇收到了张道帆病危的消息, 急匆匆赶到台北三军总医院时, 他并未闭眼, 但他只在病榻上两眼微张着, 茫然而冷漠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我是雪, 张道帆对他的爱称, 你还记得我吗? 蒋碧薇双眼含泪深情款款地握着他的手换道, 可张道帆却只茫然地看着他, 一脸的漠然, 他已经认不出他了。 一个多月后, 死神夺走了张道帆, 死前, 他没有只字提及过蒋碧薇, 也未曾给他留下过只言片语。 张道帆死后, 身边无儿无女孤身一人的蒋碧薇更加孤单了。 此前, 他多少还有个念想, 可如今这念想也去了, 那他能做什么呢? 思来想去后, 蒋碧薇决心把余生用在写字传上, 就这样, 伴随着寂寞时光的流逝, 一部洋洋洒洒进五十万字的蒋碧薇自传便出事了。 极有意思的是, 这部自传上篇取名为《我与悲鸿》, 下篇取名《我与道帆》。 自传写完后不久的1978年2月16日, 那个海棠花再开的季节, 蒋碧薇在台北孤独离世。 蒋碧薇去世后, 世人打开他的房门看到, 他的书房里挂着张道帆为他做的肖像。 而卧室里则挂着徐悲鸿为他做的肖像, 琴客, 脸部威胁, 默默含情, 专注地拉着提琴, 而床头则摆放着儿子徐博扬穿军装戴军帽的半身照。 不难想象, 一个人独自生活的漫长估计岁月里, 思念和追溯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因为死时, 下葬时, 蒋碧薇身边没有任何亲人, 他的墓碑上没有儿女, 子孙的名字。 不疯- 优优独播出品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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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